這個雞腎看起來很嫩 很爽,有香麻油味 有時候吃到那些雞腎是很硬的,很乾的 但這個不會,這個是爽嫩 我喜歡吃,好吃,這個好吃 它的汁很香 吃了幾次都要感嘆,它的汁很香 而且它的雞很滑 不論是我們家的分店和這間分店 它的雞都依然是很滑的 Sidee Cup,由我泰國小冤 遠太,你在做什麼呢? 祈禱 為什麼我們要祈禱呢? 因為我們現在去吃海南雞飯 沒錯,我們剛在通路區浸溫泉 難得出來通路區浸溫泉 當然要在這裡找食物 通路區的海南雞飯叫做文堂吉 對,我們上次在通路區掃街的美食特集 都有人留言來到通路區 怎麼可以不吃文堂吉呢? 沒錯,除了文堂吉之外 其實有一間海南雞飯 我們經常都吃的,都很推薦 就叫做文冬記 因為文冬記和文堂吉都是文字頭 所以我們今集就叫做 海南雞飯大字字頭文字雞 很激動 別說那麼多了,已經快到了 我們進去再介紹 Go 很多地方都在接著 我回顧文件 好,所以說我做的 好嗎? 好 好 哦 終於進來了,這裡很安靜 雖然這裡有客人,但很安靜 他們都好像不太安靜,很安靜 就像剛才浸溫泉一樣 這間海南雞飯就叫文堂吉 跟我的BTS過來都要十幾二十分鐘 所以都不記得走過來,乘迪士或乘車過來 這裡的老闆就是出生著名的文冬季海南雞 因為文冬季我們挺喜歡吃的 而且有很多觀眾提供我們吃這間文冬季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有什麼分別好不好吃 軟體海南雞飯就75元 我這個加的雞丸和雞腎是104元 看來雞的份量都大 偏貴,但雞的四、五十塊一碟應該多一倍 偏貴,但份量都挺多 哇,很濃味 我覺得有點鹹 對,都有淡淡的雞油香 但是就不太重 我覺得比較重的香料味多一點 酸香的香料味 而且你看到它的顏色是比較深一點 但它的飯粒是偏硬身的 對,超硬,乾硬身的飯粒 但它不是cheapcheap的飯粒 它是煙硬的,但只不過偏乾偏硬 嘩,很有雞皮 我這個是雞胸 它很香,很有雞味 但它還沒去到粗糙 總之是雞胸的質感 不是滑的,是正常雞胸 但又沒去到粗糙 但它的皮質還不錯 挺滑 對,剛才我沒有吃到雞皮 它的底皮不是爽的 是軟滑的 而且我喜歡它的底部有芽菜 我喜歡吃芽菜 我覺得挺好吃 而且它的雞沒有拍扁 有厚度 很實在 我剛才看見師傅折的時候 他有輕輕拍幾下 但就不像拍過雞鞭檔 爽快拍到很扁 其實新加坡式可南雞飯 和泰式可南雞飯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 就是醬料的分別 因為新加坡式可南雞飯 一定有辣椒醬、雞肉和黑醬油 但而民旁的它是四種醬油 它連泰式可南雞飯醬也有 試一下 很香綠的甜醬油 它的甜是已經蓋過醬油 我覺得沒什麼醬油 但其實挺好吃的 我想要試一下這個新加坡辣醬 很香 這是蒜蓉辣醬 很香 是真辣的 對 很辣 你看到上面很多辣椒籽 它有點像紅蒜蓉味的 岩尖師傅 但沒那麼酸 沒那麼多魚露 它應該沒放魚露 很香 我覺得這個蒜蓉辣椒很棒 很香 現在試一下這個泰式可南雞飯醬 我最期待的 它的味道很濃 很濃的黃豆醬 它很有深沉的感覺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我明白 它很低調很深沉 它不是很像我平常吃可南雞飯醬 那些很辣 很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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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濃的 它在黃豆醬裡面 才滲出辣味和香味 你用深沉的味道 你自己種得很好 是嗎 對 它真的很實在 很深沉 你明白嗎 真是深沉 但是挺好吃 挺高質的 對 不錯 這個雞腎看起來很嫩 很爽 有香麻油味 好吃 好吃 有時候吃到那些雞腎 是很硬的 很乾的 但這個不會 這個是爽嫩 我喜歡吃 好吃 而且有淡淡的麻油香 吃到一塊酸 好吃 這個好吃 除了雞腎之外 這裡還有雞腎 試試一下 挺好吃 有時候雞腎會乾到絕著你的嘴 但這個質感是比較軟滑 很香 沒有腥味 很香 因為我平時不吃雞腎 因為我鹽太乾 而且有時候乾到咬不開 然後又絕著牙齒 還有腥味 這個也有少許絕 始終雞腎的質感是這樣的 但它不是很絕 還是偏滑 它是很幼滑 很濕 吃完飯雞肉 最重要是喝海南雞湯 試試看 海南雞湯不行 沒有雞味 沒有雞味 真的很鹹 我覺得是醬油湯 很香濃 我之前吃過新加坡式的肉骨茶 它是很重胡椒味 它這個是胡椒味 加藥材味 50-50度 我覺得 它其實有淡淡的藥材 和胡椒味 再配有很香的肉骨 和菜的鮮味 平時從藥材味 和胡椒味 我們可能受不了 但這個就有肉的鮮味 我試過喝肉骨茶 它的胡椒味重到覺得很辣 嗯 OK 做個小總結 我覺得好吃 我想再來吃 同意 我覺得海南雞飯來說 算是高質的 雞雞雞胸胃 但都可以夠嫩 它的醬汁也好吃 飯也乾身不錯 我是略嫌它的飯有點鹹 因為它的飯一鹹 我就不可以加到很多醬 但我覺得整體是好吃的 這麼大份 七十幾匹 所以我的雞胸呢 我本身真的不吃雞胸 這樣的肉骨茶也很推介 嗯 一定要試一下 我覺得挺好喝 好 就是這樣 吃一間怎麼夠 這個褲子經常出現 我們吃完那間很多分辨 很出名 而我們都經常吃的聞冬季 待會見 嘩 這麼快來到Ancortier 是呀 很硬份的關係 我們買手錶排奶茶喝 頭眼太夜睡 今早太早起床 先說正題 我們來到文治頭海南雞 的第二間 文冬記 它就位於我們現在身處的商場 Ancortier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分 我們選這個原因 就是它在市中心裡 我想應該最方便遊客 因為它在PomPomBTS的隔離 真的隔離這個商場 一個來就是 所以坐PTS或坐的士 都很方便很容易來到 而這個文冬記 剛才說了 它是新加坡開過來 都很多年歷史 1979年開的 其實我們第一次吃它 不是因為它出名 因為它在家附近商場 而它的門口 是有劉德華的寶寺 在這裡 它大大字寫著 華仔最愛 所以我們就 嗯 華仔最愛的海南雞 衝進去吃 從此就愛上了吃這間餐 好了不要說太多 最冷間我們都到了 在後面了 我們快點進去吃海南雞 Go 好 你看 可以吃的菜 可以吃嗎 可以吃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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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冬記的海南雞 跟文堂雞的分別 就在於 它的海南雞 是沒有一碟一碟海南雞飯 這樣點的 它是一份份海南雞 這樣點的 而我們就點了一個小份的海南雞 還有配了兩碟油飯 而它細粉的海南雞 是給兩個人的 如果一個人來吃的 還有一個充足的 看上去這個海南雞 好像滑掉 而且它多醬汁一點 剛才文堂雞 它都有淋一點醬汁 去煮熱它 但是這個 它直接就倒了很多醬油 還有它海南雞的旁邊 是有些酸菜在 是啊 這個泡菜很好吃 如果另外再加 要加二十塊一碟 沒那麼多 我們先試這個海南雞 原味海南雞 原味海南雞 很香 它的醬汁 吃了幾次都要感嘆 它的醬汁是很香 而且它的醬汁很滑 而且它的醬汁很滑 它不論是我們家的分店 和這間分店 它的醬汁依然是很滑的 但是它的肉 相比起 是不同的 它沒有那麼結實 它是鬆散一點 它是滑 但是它是鬆散 它只要加少少 就會去到煤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這間雞 其實我覺得 我家附近那間 雞肉比較好吃 我覺得是 不知道是否剛好 適合這個 而且它的雞味 也沒有紋糖吉 那麼濃 不過它的味道是好吃的 它這個 淋上去的醬油 其實我看到它 剛才還在加熱 然後是有少少芝麻油味 和少少少醬油味 我發覺 是不是新加坡式的海南雞飯 都要淋上碟給大家吃 淋上淡醬油 因為泰式的海南雞飯 沒有這樣 可能是 這裏的醬料 就是新加坡的醬料 它沒有太適合海南雞汁 它有黑醬油 新加坡的辣椒醬 還有薑蓉 而我喜歡吃這裏的黑醬油 試試黑醬油怎樣 看看雞 我覺得黑醬油 比剛才的文唐吉 是更加溫和一點 平衡得好 醬油和甜味 清淡一點 它沒有那麼甜 沒有那麼濃 剛才那個 你可能吃了兩口 你會覺得很濃 這個可以繼續吃多幾口 而且薑蓉也沒有剛才文唐吉 那麼接近 普通是有薑的香味 但是沒有剛才那種 刺激新辣的感覺 這個蒜蓉辣醬 我覺得文唐吉 比較好吃 它香一點 蒜蓉和辣椒味 鮮一點 這個就像蒜蓉辣椒醋 但是這個蒜蓉辣醬也辣 但文唐吉 是辣到 這個是 辣的 好 吃完它的飯 其實我吃了很多 這個飯 是偏濕一點 偏軟一點 濕軟 但也是有嚼勁 也是有嚼勁 但是它就沒有味道 那個那麼鹹 它就是淡淡的香氣 就會出來 它的油香重一點 如果只論米飯來說 我喜歡吃這個米飯 我也喜歡吃這個 因為它溫和一點 因為你要送雞 如果你淡淡都那麼鹹 就是搞不定 好像在吃炒飯 沒錯 那這個就可以一直這樣 送著吃 拌著吃 送著吃 拌著吃 沒錯 在這個文東 吃海南雞 一定要吃完 跟著上的泡菜 我覺得真的很解膩 很好吃 它酸甜 酸甜 很爽口 酸甜 爽 這個平衡得剛剛好 它不會太酸 但有一點點甜味 然後吃下去 很解膩 有時候吃的海南雞 多點幾個醬油 就是多點兩口油飯 其實都油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泡菜 真的滑龍點睛 嗯 是啊 我試過要加錢 加錢再點多點泡菜 加錢也要買 20元 但是20元也很小 我知道很好吃 但我們要總結了 很快 總結 總結 總結來說 先講環境 文東記當然是坐得好一點 因為它多數都開在商場裏面 充足冷氣 位置乾淨一點 而這裏就更加地理方便 在PTX站旁邊 但是商場有很長時間 而價錢方面 我想都不相伯仲 這碟是計200元 30元 油飯 83元 加1加17元 大概8-5匹一個人 是比文堂更貴 但是雞的份量是較多的 而食物種類方面 大家都有不同的食物 除了雞之外 這個文東記 它的養茄子挺好吃的 它的養茄子 它的養茄子調味好吃 不過餡料就像魚蛋 但它比較偏多 即是廣式的菜 對 有年柳湯那些 不過最好吃的都是雞 其他就可以不吃的 最重要 先講回海南雞 海南雞的味道如何呢 很難選擇 不相伯仲 各有優點 各有缺點 這裡的雞比較滑 那裡的雞 雞味比較濃 所以就各有各有優點 如果你喜歡吃滑雞的話 就來這裡 喜歡吃結實的雞 就去文堂吉 而醬料方面 文東記這邊 我就放到 淋雞面的醬油 還有黑醬油 還有薑也是 因為文堂吉的黑醬油 比較濃味 薑也是比較辛辣 但是文堂吉的辣醬 又香濃一點 不過是辣一點 還有文堂吉 可以選擇泰式的辣醬 而飯呢 我也是會選擇文東記多一點 因為它香還香 它不會很出眾 所以我就可以一口接一口 一口接一口吃 但是這裡沒有可能雞湯 對 沒有可能 但是這裡還有一個出色的地方 就是這個泡菜 這個泡菜 拌飯也OK 不用吃雞 那我下次給你 你不要吃雞 那不行 說一下 說了那麼多 但是如果讓我選擇的話 我要吃的話 兩間裡面我會選文東記 因為地點方便一點 又有冷氣 坐得舒服一點 所以我會選文東記 其實文堂吉 老實說也有冷氣 只不過我覺得文堂吉 比較適合重口味的人 因為它相對所有東西都比較濃 不論飯、醬汁、雞味都比較出色 我覺得如果喜歡重口味的人 我嘗試可以吃文堂吉 而且喜歡雞肉 其實也是吃文堂吉 但如果你說要吃嫩滑的雞 那我就會選文東記 但是以今天這間分店的水平 以及文堂吉 你會選哪一間 我想會選文堂吉 因為它快到了梅 對,因為它快到了梅 但如果用平日家附近那間分店去選 我會選平日那間 所以真的連鎖有連鎖的不好處 就是質素有點參差 有點不穩定 對,就像Future Park的南加龍 Future Park的南加龍真的好吃 Sentral World很多 對 好,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給我聽了兩間新加坡可南雞飯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歡看 還是你喜歡看泰國的可南雞飯 歡迎在留言 告訴我 還未完結 我們那個可南雞飯帶子 我拍了很多集 對,在我們的Checklist裡 還有很多不同的可南雞 所以可南雞也是必須進行 好,我們又要拜託 好,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粉絲 記得按讚和訂閱 按下,給你們下次再看 我們會看你們的食物 全泰國小園 遠太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所以我們難得來到同學區 所以就決定拍一集 海南大雞… 海南大雞… 就是這樣 有時些雞腎會光到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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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What 白骨丁 所以我們都叫它 白骨丁 不是丁 它不論是我們家的分店 和這間分店 它的貴 還有貴 雞貴 雞貴 如果各位有興趣關注小苑在泰國的生活 記住記住 CLSS 還有還有 可以繼續追蹤我們的IG和Facebook 下次再見 拜拜